面对日本的贸易制裁 韩国一方面也是有反制措施的 比如说在进口日本的粉煤灰时 将加强放射性物质的检查 而另一方面是宣布今后7年 将投入7.8万亿韩元 用于研发工业材料 零部件和设备 以降低对日本进口产品的依赖 文在寅甚至还表示说 如果韩国和朝鲜借助经济合作 实现和平经济 可以一举超越日本 那韩国真的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吗 当日本对韩国进行相应的制裁和管控的时候 那么韩国当然也要进行反制 这一方面韩国政府也要对市民予以交代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国家 发生贸易之间的这样一个相应冲突时候 一个应急的反应必须要进行的事件 所以我们看到韩国在比如出口的 进口的日本商品方面 比如到日本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层面 会进行管控 另外文在寅也表示 要跟朝鲜进行一个有效连接 确实我们知道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 那么它的相应的那种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如果朝鲜半岛能够统一 相互之间资源能够共享利用 那当然会带来相应的繁荣 但是文在寅的这样一种说法 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呼吁 它的象征意义更大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朝鲜半岛的局势 涉及到了政治军事 包括美国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以及周边的环境等等 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喊一句合作就能成型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韩国也推出了7.8万亿韩元的相应的一个产业的振兴计划 希望利用自主创新 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 能够让自己在半导体等等这方面领域能够做到一个自主性 能够在这些战略性物资上有所储备而不依赖于日本 这些其实都是要假以时日来逐渐完成的 不管是自身的科技创新 还是跟朝鲜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我觉得都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和具体的一些必要条件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说韩国对日本的反制措施会呈现一些效果 但是从总体来看 目前韩国还处在一种相应的劣势之下 请不吝点赞订阅